当第一句开始 心 我们就打手语的心 如工笔绘画师 拿着这个工笔绘画师的笔 往右跨出一步 画出了这第一画出来之后 慢慢的 这已经不能够满足它 所画出的这个图片 它还要再上颜色 而且这上的颜色 从左边这样上之后 右边上的颜色 还要再七个颜色 全部都要能够对齐 一切所有境界 都是由它的心中 所现出来的感觉 那当然最后 心静又随意念转 我们就用我们的肢体语言 带着我们的心 最后转成了我们的意念 一心能现实法界 我们打出来的 就是一个手语的 显现出来的感觉 而且要记得要高 一心能现实法界 慢慢实法界由意心显 再慢慢收回来 第三句 心存善念 静 我们的境界 就会是一个善的境界 可是当我们心中是恶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让我们带到一个 恶无边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要时时的记得 我们的心 我们的境界 会带着我们到善恶之间的拔河 善恶 本 所有的人世间 所有的时间当中 时间与空间当中 我们一旦开始了这个善恶的拔河呢 我们的罪向无边 义无量 所以我们的罪 这边我们打的是手语的罪 慢慢的从高处慢慢的收下来 罪向无边 义无量 打的就是手语的无量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一次 善恶本空 因缘有 善恶造作细一念 无时以来 人世间 罪向无边 义无量 这个地方就是要跟大家讲 在善与恶拔河之间 我们要如何的 把我们这一念心 能够控制好 因为在无时以来 我们所造的恶业 已经是无边 也是无量